新日是一時都一時都 事件起人於1996年 侯寬人檢察官帶著大批警調 違法搜索太極門 太極門 What's up 太極門是古老的氣功無數小型門派 分野裡供應團裡 西魯關係的名門劍牌 侯寬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實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藝品店買的桃木劍 呼指為養小鬼的證物 甚至說是利用怪異亂神來練才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節目主持人李斯端問侯寬人 你憑什麼來斷定有犯罪嫌疑 侯寬人說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過一時陰影 用眼神來搬 成為司法史上最荒謬的起訴書 侯寬人除了羈押起訴掌門人外 也對媒體散佈不實消息 毀損迷誘 並且凍結掌門人所有財產 達身無分文 侯寬人更濫用權力 包吻全國縣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極門 並威脅恐惡 第一共受羈押的師徒 哇這時代太巧鬼了吧 侯寬人起訴內容 屋子弟子拜師時 鄭與師父的禁師禮是詐欺所得 並且要求法院沒收 禁師禮是 Deeds 甘恩師父願意 秀徒的心意 是尊死忠道的標現 其興趣如同婚禮 或豐年過節給父母的紅毛 其叔叔既然認定 禁師禮是詐欺 要沒收 就不該課稅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國稅局竟然開出違法的稅單 讓太極門面臨司法與稅法的雙重迫害 給錢給錢 歷經10年7個月 在2007年 司法終於判決無罪確定 還給太極門清白 也認定弟子的禁師禮是正與性質 屬於免稅所得 而且無任何盈利販售的行為 根本沒有任何課稅問題 遭無辜積押的師徒 均獲得國家願意賠償 監察員更調查指出 侯寬人檢察官有8大違法 稅捐機關有7大違法 雖然國家證明了太極門是冤案 國稅局官員曾公開表示 法院的不算數啦 國稅局這麼大道 將近20年不論太極門弟子 提出上萬份的正與書證 都證明禁師禮是正與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總統府及吳彥也關注到此冤案 但國稅局卻不願意面對真相 看不見看不見 財政部長張聖和當年任職台北國稅局局長時 把鄭宇的證據引誼起來 偽造文書 謊報調查結果 欺騙國人 2012年國稅局公告調查結果 再一次證明禁師禮是鄭宇 國稅局也忠於承認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但國稅局卻還是繼續對掌門人課稅 就是要給我錢 OMG這時代太超過了吧 阿不就 1995 比 old crapimir 所以不論任何說法 國稅局就是要你 互誣錢 這麼沒任性地壓炸人民 跟強盜由何不同 從太極門案可一輝不法檢察官的濫權 國稅局的無理八道 並凌駕異府 euchien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會上開始關注 慕歲人權的人越來越多 繳稅是人民依法的義務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强作人民币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非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户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各位线上的观众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们一二一九事件 平反十四周年系列青年论坛 青春不留白 我为正义战出来 从刚才简短的动画 带大家回顾25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相信有判断能力的你 知道哪里有问题 所有的证据会说话 在民国96年7月13日 国家已还给台湾们一个清白 司法深审或判无罪确定 无罪 无欠税 无违法税监基增法 这如同一道圣旨 所有的证明都说明了台湾们是清白的 而这个案子在94年也被监察院 列入重大人权保障案件 这几年来 在各界的专家学者们 还有全球各地的志工努力之下 台湾的法治环境 已经有了很大的努力 但这仍然需要持续努力 因为当政府错误的法税制度 将会牺牲人民的花样年华 从青丝等到白法 都无法获得功力正义 这无疑对国家 对人民是莫大的伤害 今天我们邀请到 多位青年实在的年轻人 站出来发声 因为这几年来 他们看见台湾民主法治 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首先 我们第一位邀请的是 从事教育工作者的邱琳 我们来听邱老师的分享 主持人好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名国小老师 常用故事跟孩子们比喻一些道理 所以我也想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则 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 从前从前有两个人 因为偷绵羊被捕 得到的惩罚是在额头上 刻上ST两个单字 意思是绵羊小偷的意思 其中一个人因为受不了这种耻辱 躲藏到其他国家去 可是只要遇到陌生人 人家就会问他 你这额头上是什么意思啊 这令他痛苦不堪 最后一遇而终 而另一个人却选择留下来 努力改正 别人看到他的改编后 也对他改观 获得了所有人的接纳 故事中 两个人虽然犯下同样的错误 却因为看待错误的方式不同 而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个人选择逃避 却逃不开曾经犯错的事实 而另一个人 却选择留下来承认错误 面对且改正 别人看到以后 也对他有所改变 然而我们的政府却不是这样 承认错误仿佛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事实真相显而易见 他们依旧选择蒙蔽自己 不愿意改正过错 像是刚刚影片当中提到的太极门案 已经25年了 早在民国96年 太极门就已经获得了 刑似司法三审判决 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纪征法 可是国税局持续至今 捐依然无视法院判决结果 无视一切对人民有利的证据 对太极门持续开出违法税单 太极门被一张假税单 临迟了25年 好不容易在民国108年 国税局终于将 80、82到85年度 与禁施礼相关的课税处分 更正为零 却足留同性值的81年度 错误税单为更正 甚至在去年109年8月 与新政执信署联手强行拍卖 太极门的土地 以上这些遭遇 让同时身为太极门弟子的我 对于台湾号称亚洲民主灯塔 这个称号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很难相信我很爱 很以此为荣的这个国家 竟然拿公权力欺负人民 严重侵害人权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今年7月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 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搞峰会上 太极门案件获得了国际的瞩目 可是这个瞩目的背后 凸显的是台湾政府 一连串的违法滥权 被信毁诺 为了私利而忽视人民权利的 种种错误行为 与过去台湾在大家的印象中 有很大的落差 当天 前美国总统柯林顿的顾问 也是天埔大学法学院教授肯尼斯 就指出 太极门案件是他看过 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最多的案件 台湾的民主法治 在此案中并没有真正被落实 他也针对无良官僚的不法行为 呼吁台湾总统应该要立即修正错误 让错误持续下去 比当初犯下这些错误 一样糟糕 甚至更糟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Satia曾经说过 问题本身不是问题 如何面对问题才是问题 太极门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 而是在台湾存有问题的制度下的一个必然 我们随时会担心 自己是否是下一个违法税单的受害者 会不会卷入毫无止境的救济过程 仍旧徒劳无功 政府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做了最坏的示范 将会对台湾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以及仿效 呼吁政府能够拿出勇气 面对问题 平反原案 不要再错下去了 还给人民一个充满社会正义 且安稳的社会 让下一代活在幸福的台湾 谢谢 谢谢邱老师的呼吁 就如邱老师提到 问题的本身不是问题 如何面对问题才是问题 太极门的案件的平反 就是一个指标性可以看见的案件 平反之后 背后的体制就会跟着一步一步的去改革 在此也呼吁台湾总统 应该要立即修正过去的错误 正是问题 平反原案 真正保障赋税人权 避免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也期盼政府还给人民 充满社会正义 且安稳的社会 让下一代活在幸福的台湾 邀请线上所有的观众讨朋友们 帮我们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 让更多良善之人 一起关心台湾真正的民主体制 接下来我们欢迎 最接地气的展望员 叶嘉瑜 叶小一姐 她通过平日的观察 来分享她的想法 主持人好 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快速方便的大众运输 是现代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搭过大众运输人都知道 要搭车前就要先买车票 如果你没有车票 就不能近站搭车 规则都非常清楚 票价也是 假设今天你要从台北搭车到高雄 依照你所选的车厢 车总 就能知道你的票价是多少 车站人员也不会随便乱喊价 今天这个价钱 明天又换了另一个价钱 但是在台湾 还是有少部分不良的检察官 没有遵守规则 在没有证据前就起诉人民 捏造不实的起诉书 等于先射件 再划吧 更可恶的是 检察官与税务单位联手 利用司法及税单 两种方式迫害人民 如果是线上的大家 碰到了这种状况 大家能够接受吗 太极门是古老气功武术门派 掌门人红道指博士 带领弟子推广爱与和平 我从国小三年级 开始在太极门练气功 练气功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最棒的是学到了转练的功夫 快乐是一天 痛苦也是一天 当然要每天都过得快乐 换个想法就能面对任何事情 这也让我的求学及工作的过程上 都非常的有帮助 而弟子因为感恩师父的教导 进成禁师礼给师父 禁师礼就像是过年时包红包 给父母长辈一样 是一种感谢的心意 但是这份心意 却被侯宽人检察官 一方面说是诈欺 一方面又说是学费 让国税局凭着起诉书开出税单 但是禁师礼不是学费 是弟子赠予给师父的心意 为什么要缴税 难道你包红包给父母也要缴税吗 太极门从来都没有欠税 所以该缴的钱我们不会少缴 不该缴的钱我们一毛都不会缴 整理大学法律系吴景清副教授说 太极门案件就像是一面招妖境 反映出了台湾司法及税捐的黑幕 太极门在民国96年7月13日 三审判决确定 无诈欺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确定禁师礼是正与性质 依照所得税法第四条第十七款 属于免税所得 弟子们之间互助代办 不是盈利犯咒 没有任何欠税的问题 所有的被告也都获得了国家冤逾赔偿 以上都证明了太极门的清白 而监察院后续也调查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国税局有七大缺失 但是到现在 国税局依然没有遵照无罪判决 撤销课税处分 依然开出违法税单 就算太极门打赢了行政救济 国税局也只是撤了单子 改个数字又重新发单课税 这样子的轮回到底还要多久 从案子的发生到现在 已经过了25年 我们人的一生到底有几个25年 可以这样与体制搏斗 美国天普大学法学教授肯尼斯说 太极门案件就是台湾司法制度上的一个污点 他更说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关注这个案子如何处理 现今的决策者应尽数终结此案 上个月是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满一周年 小英总统曾在去年为人权委员会揭牌时说过 他期许委员们都能够独立行使职权 能够成为国家的良心 而现在法税政治需要立刻被改革的问题 我希望政府能够拿出魄力 国家人权委员会能够主动调查 并且赶快解决太极门案件 不要再让不是任的官员继续为非作歹 拿人民的辛苦钱胡乱使用 法税改革很重要 人们心中的良知更为重要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跟良心息息相关 就像搭车一样 从买票开始就是人性的测试 是要乖乖买全票 还是为了省钱投机买优待票 不要以为你逃票不会被发现 就心存侥幸 车上可以运用科技来抓到你 跟随良心做事 坚持对的事情虽然会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人要学会明辨是非 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 就像太极门案件一样 因为我们是对的 才有这么多有正义感的专家学者看到 愿意站出来跟我们一起对抗 不公不义 如果政府官员连这么基本的良心都没有 请问你们跟会逃票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希望政府官员能够凭良心做事 这件事情已经花了太多时间了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改变成为自己的良心列车长 那我们一起搭上良心列车 快速且有效率的做出负责公正的决定 这样子人民才能真正的安居乐业 谢谢大家 谢谢叶小姐的分享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的良心列车长 做出负责公正的事 台大法律系陈志龙教授曾说 我们还需要检验2.0 因为我们的税法其实还有很多是从戒淫时期一直营用到现在 都还没有脱离戒淫时期的余读 导致现在很多人是民事受害的 而前些日子是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满一周年 但我们却发现 当初违法滥权的检察官侯宽仁 现在人步步高升在连政署担任副署长 这一位失去良知的人 他怎么会看到人民的苦呢 法水改革固然重要 而人民心中的良知更其微重要 请政府官员凭良心做事 依法行政 做出正确的事情来保护人民 不能再让不适任的官员继续为非作歹 拿人民辛苦的钱胡乱使用 今天站出来的许多青年 其实也都是遭受法税暴力 台湾威权一度底下的受害者 但是大家其实经历过这么多年 也都成为了我们法税自由 民主与人权的捍卫者 我们捍卫的是一个真理 一个正义 一个法力 就是希望所有的台湾人民 我们可以一起享受更健康 更平安 更快乐的生活 让我们大家一起找出那个法税鱼都的根源在哪里 然后把它解除掉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对政府想说的话 接下来我们邀请下一位羽团人 他是在诊所工作的行政人员 叶挺渝 叶小姐来分享他的故事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个诊所行政人员 由于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除了做好个人防护外 到任何地方都要进行实名制 尤其是医疗院所 这是保护你我的做法 因为没有人想要和确诊者插身而过 几乎到院的患者都会好好配合 只有少数人想蒙混过关 开个相机就表示少过 等到要出示简讯记录时才说没有扫到 光一个十年日就能看出良心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 接着我要讲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25年前的冬天 被称作司法拦拨的侯宽人检察官 带着大批检调及鹤枪实弹的警察 同步搜索太极门12个道馆及地址的住处 更带走了掌门人夫妇及当时在场的师兄师姐 仿佛狂风过境 各种文件 引带 师兄师姐暂时放在道馆的个人用品 甚至是掌门人珍藏的照片 都被当作重大证据带走 总共扣押了12大箱 弟子们人心惶惶 想做些什么却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守着道馆耐心等待掌门人的归来 而身在调查局的掌门人 对任何问题都据实回答 并向调查局人员表示 高雄及新竹地检署皆获黑函 早已进行调查 也表示查无不法已经签结 但侯宽人检察官早就写好剧本 铺天盖地的不时报道满天飞 太极门就此被冠上诈欺团体的罪名 因为这个案件 我不常和身边的人说我在太极门练气功 也不喜欢穿着练功服在街上走 怕被指指点点 连学生时期要参加国庆展演前的预演 我拿着公文都会担心老师会不会不让我请假 明明是无比荣誉的时刻 当司宜介绍太极门是享誉国际的技工武术团体时 当政府长官感谢太极门为台湾做了最棒的国民外交时 我们的背后却不断被国家捅了一刀又一刀 发生在85年12月19日的太极门案 当时的检察官侯宽人以不时的起诉书 无止掌门人养小鬼 违法将掌门人夫妇及师兄师姐积压 检察官的起诉书内容 以下说禁师里是诈欺所得要没收 又说是补习班学费要课税 而国税局在完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 造假税单一张接着一张成为万年不死税单 太极门师徒在法院奔波数年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96年7月13日经刑事三审判决确定 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积征法 禁师里属正与性质 为免税所得 没有课税的问题 所有无辜招羁押的被告都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完全是国家认证的冤案 虽然司法还给太极门姓白 9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更指出 侯宽人在侦办太极门案有八大违法 起诉书与证据资料存有汉格矛盾 据已提起公诉 不符证据法则 要求从研究者一处 但法务部并没有进行惩处 直到三审定验 法务部又说 承戒始效已经过期 最后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还高升成廉政署副署长 官官相护的司法界 二人永远可以安全过关 今年7月在美国华府举办的 国际宗教信仰自由高峰会 平反1219行动联盟也前往参与并举办研讨会 引起国际人权及宗教自由专家及组织的重视和讨论 并获得美联社 雅虎 环球通讯社 西班牙爱飞社 英国 法国及南韩等近200国国际媒体报导 台湾信仰自由及人权迫害问题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如今国家还给太极门清白 那违法衍生而来的税案也应该撤销 但国税局和执行署却不这么认为 人为了讨回那笔不存在的税金惊咬不放 甚至违法拍卖太极门的土地 国税局违法开单至今已经超过20多年 而法定合课期间最多为7年 早就超过法定期限 为无效税单 依法应该撤销 国税局已经表示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也承认禁师理事正于性质 总总事实摆在眼前 但还是用补习班的名义开单课税 拍卖太极门的财产 更没收太极门准备作为修行场定的土地 说一套做一套 打脸自己毫不手软 国税局和执行署的做法明显违反行政程序 而违法的行政处分可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17条自行撤销 而行政执行单位也可依行政执行法第9条第三项但书停止 真是越想越扯 税务机关明知有错还将错就错 是不想让到手的鸭子飞走才不择手段吗 身为工夫的公务员 素质招成这样 有一句话说 红族高照灯下黑 有些官员为了坐有名利 做出违背良心的事也毫不在意 真想看看他们的心是不是黑色的 一生之际在于良心 前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长兼审判发言人的温耀元庭长表示 税务机关在刑事程序还没完成前就开出税单 违背正当程序 而违反程序的作为不应该有法律上的认可 太极门案凸显了台湾需要改进的面向 不论是乌龙税单 惩戒时效应该废除或尊重信仰自由等等 希望政府能好好正视这些议题 正面招妖境已经让许多妖魔鬼怪现出原形 招妖还需要政府及人民共同努力 一起让台湾成为更符合人民心目中的公平正义 谢谢大家 谢谢叶小姐的分享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政府官员不应该做出不公不义的行为 甚至做出侵占人民的土地 盼政府官员尽早还给人民真相 希望政府不要再把人权只是当作口号而已 请依法执政 正式并改正 让台湾成为真正拥有人权自由的民主国家 最后我们邀请到社会新鲜人黄之勤 有请黄小姐分享她对台湾人权自由的体悟 主持人好 先上各位与台人大家好 我是黄之勤 今年23岁 大学毕业一年多 说到2020年对大家来说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想大家八九步历史都会选择用灾难 这两个字来形容吧 那对于我来说 在当时很幸运的是 在毕业前有机会可以到法国去当交换学生 这也算是圆满我大学冤枉清单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吧 也因为这段旅程 让我的人生有非常难忘的体验 在2020年的1月1号 我启程前往法国 开始我的交换生殖旅 这段时间我认识来自非常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每一天都会有很多新鲜事在发生 在2月中的时候我们有大概十几天的短假期 那我就有些朋友他们选择去意大利旅游 时间点会这么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 就刚好在那段时间 意大利的COVID-19病例数开始大规模的增加 意大利紧急的锁国 附近的国家也开始禁止国民前往意大利 但是疫情还是逐渐的从意大利开始扩散开来 在法国观光客很多的城市 像是巴黎或者是里昂也开始慢慢的沦陷 同年的3月中 法国政府宣布所有的娱乐场所皆需要关闭 不得营业 有点像是台湾的第三集警戒 但是在宣布完的那个周末 法国人一样上街购物 一样在公园人接人的野餐 完全没有把紧急宣言当做一回事 对于法国或是欧洲人来说 他们是很不喜欢戴口罩的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只有生重病的人才有需要戴口罩 所以可想而知 在没有人戴口罩的法国街头 疫情是整个开始烧起来的状态 法国政府就开始寄出更严谨的防疫措施 要求法国人必须待在家不可以出门 除了生活必须的采买 不得已要出门工作 或者是要去医院看病 以及每天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必须带着外出证明 才可以出门之外 其他的情况你在路上被警察拦点 是有可能会被罚款的 当时身在法国的我真的是每天都胆战心惊 去法国前我从台湾戴了一些口罩 那时候的想法就很单纯的想说 冬天如果戴口罩 直系管就不会这么冷 但没想到最后口罩却是用在这种情况底下 宣布封城之后 在不得不出门采买的情况 在街头看到10个法国人 还是有9个人选择不戴口罩 那时候对他们来说 就只是流行性感冒这种程度而已 这是我所了解以及体验过的法国疫情时代 自古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都很尊重人民的人权自由 所以欧美人一直都拥有一颗很自由的灵魂 因为疫情开始限制他们出门 他们是很反弹的 他们觉得国家侵害到他们的人权 所以他们上街呼吁政府解封 但同时也是因为人权自由这件事情 让他们的疫情燃烧超级快速 原本以为只是流行性感冒 两个礼拜一个月就会结束了法国人 看到病例数是每天不断的在飙升 解封日一延再延 也让他们开始有了危机意识 开始遵守政府的规定 戴上口罩不上街群聚 在开始打疫苗之后的现在 法国在5月也开始慢慢的松绑他们的防疫措施 经历过法国跟台湾这两个国家的疫情时代 让我开始很认真思考人权这件事情 决定封城限制自由这些防疫措施 很明显的是会侵害到人权 所以法国人他们上街表达他们的诉求 因为是他们的权益 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去争取他们应该要有的人权 但是反观在同样是民主国家的台湾 却有很多人是被政府迫害人权 却无处可以伸张的 这些类似的事情到现在都还一直不断的在发生 2020年的12月25号 由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 发起的21世纪国家人权重大迫害案件 网络票选活动 这个票选活动在网络上开始投票到截止 才短短的十几天 就有超过百万名的网友参与投票 其中太奇门案压倒性的获得将近17万票成为最高票 原因在于这个案件是被专家学者称为台湾税法228 并点出政府单位共有79项的违法缺失 而跟迫害人权相关就占了9项 包含案件刚发生的时候 侯宽人检察官他违反侦查不公开 违法搜索、违法冻结资产等八大违法 就是最标准的侵犯基本人权中的人身自由 这八大违法监察员是由韩请法务部重研究则易处的 侯宽人他自己也承认他未予以充分的调查 但是这位检察官非但没有受到惩处 竟然还高升成为现在的连政署副署长 这还只是9项人权迫害中的其中一项而已 意大利著名的宗教学家马希摩先生曾经指出 在太极门假案中很大程度是一个流氓税吏的故事 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在太极门案件中都出现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他们其实不关心纳税人的权益也不关心所谓的诚实与正义 而是深深的关心自己的权利 关心他们自己可以从中收取多少奖金 连因为外国专家学者都可以很直接的指出 台湾在政治体系上的缺失了 那反观台湾在2020年8月1号 由监察院成局院长担任主任委员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到现在也成立满一年多了 他们说要成为国家的良心落实保障人权 但是那现在身为青年的我 在这边想要请问国家人权委员会 面对太极门这样重大的人权迫害案件 有积极的去处理以及平反吗 连太极门案都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的话 那其他同样受到人权迫害的平民百姓 又该等到何时才可以看见光明呢 在体验过法国真正人权自由氛围之后 发现台湾总是说自己是很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人权这块却好像不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成为我今天想要站出来的最主要原因 希望政府不要再把人权这个名词当作口号而已 而是要真正的正视并改正 让台湾真正成为拥有人权自由的民主国家 谢谢大家 谢谢黄小姐的分享 从以上大家可以知道 太极门刑案已平反实施周年 但虽案却仍未解决 这是政府对人民的不正义啊 正义存乎于我们每个人的良心 身为台湾公民看到这些狮子的官员 我们有义务去教育 我们政府应该要拿出良心来做事情 太极门1219这个案件 已经让国家的机制点出了许多贪章王法 种种的违法缺失 狮子的官员就应该勇敢认错 别让错误越错越大 呼吁官员们拿出自己的良善之心来做事情 良心执政才能让台湾的公民 心中的火苗持续发光发亮啊 让台湾变得更好 呼吁蔡总统 判处那些贪赃王法的官员 让台湾法税机制更健全 别让无辜的人民受到伤害了 我们的青春我们来发生 新世代的青年们挺身而出 以自身遭受人权破坏的经历为例 共同探讨人权保障以及转型正义 会政府从事良心 平反冤错假案 还给人民一个公平正义 以及安全的社会 结尾邀请所有心上的羽残人 以及观众好朋友们 我们用这首歌为爱勇敢 大家一起拿出心中的那份爱 勇敢继续做对的事情 坚持到底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不要让我们的思想 果然在日子里面 或者是看着光18寅 可以让我们的意见 能否认出 或是看着光18寅 或是看着光18寅 也无认出 也无认出 或是看着光18寅 谁还可以按着光18寅 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云露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给你惊奇 终于在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临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买开云露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过鞋 因过鞋 终会失去理想 不怀疑 长夜将近 逸临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用它快快步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终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一银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劣的力量 因为爱 人体旌旗中迎来花香 因为爱 所以我们 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日 抗争到底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凡 要平凡 便宜 偶尔 贵 非常 解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